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看到2014年的宜兰绿色博览会 即将要在3月29号盛大开幕 为期51天 主题为看见土地新价值 同时也在今天举办大树工的入住仪式 象征着绿帕已经建置完备 就等大家来春游绿帕 2014年绿色博览会开幕在即 县长林冲闲今天特别在会场的大树公寓举行记者会 在武师团的引导之下 穿越象征雪山隧道的竹边隧道之后来进入会场 向大众宣告2014年绿色博览会 将在3月29号来正式开幕与大家见面 为期51天 一起看见土地新价值 享受食农生活 欣赏可食地景 挥别过去一年的食安危机 回归绿色生活 让绿活的心开始跳动 我们今年分成五大主题三十个布点 让大家不只是美不胜收 而且内容非常丰富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部分叫做迎宾区 刚才有很多贵宾和小朋友 为我驾到竹边的意象 就是我们穿越雪山隧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今年的主题 看见土地新价值当中 要传达给各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跟理念 我们每一个人或者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都要靠我们这个土地 也就是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来好好地对台 那我们宜蘭所强调的永续 这个概念也就是 我们让最厉害 这厉害土地就厉害我们自己 厉害土地 火开给我们的 我们所吃的米 所吃的菜 我们所看到的火 所看到的环境 大地回馈给我们是无私 而且我们应该更加倍地呼吓 呵护他们 有没以前扯的心 被冰冰大树 献穿我们的信仪 所有并且举行大树公寓的入错仪式 象征绿色博览会建置完毕 县长也登上高20米的大树公寓 登高望远一栏 整个园区令人心旷神怡 感受五老坑的好山好水 以及秀丽风光 今天我们请全县的所有的我们农会跟休闲农业区还有观光产业的相关的代表一起先入园来帮我们做整个体验 同时也对我们整个品质来先做第一批的这个游客来为我们把品质把关同时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跟我们所有的这个相亲好朋友报告 我们春天开始的这个观光季 我们利用利博的这个活动 要开始结合我们宜然县 14个休闲农业园区 我们更多的 这个宜然县全境里面的 不管是海边 乡村 我们山区 或者是我们各个风景区里面的 观光游戏活动 我们多做一系列的有效的整合 绿色博览会3月29号将在云天草原举行开幕仪式 现场将发送肉桂茶花等可食之栽500株 给前来参加开幕的游客 代表绿色生活的苗植入每个人心中 而今天绿色博览会场也开放式允运 吸引了许多民众先赌为快 并且提供建言给主办单位来作为改善参考 期望能以最好的一面来呈现在游客眼前 宜然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